今天再和大家找幾間不貴 又算是幾高質的兩餐飯三餐飯和大家試試看 看看是否適合大家的口味 今天吃的幾間 分別有多間分店的街記美食 還有最多分店價位相對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代文 另外還有這間相對規模少一點 不過都有兩間分店 鑊氣三餐飯 如果說價位來說 就會是代文和鑊氣三餐飯最便宜 兩餐飯都是$25 另外街記貴一點 $32 不過不同分店價錢會有少許出入 好像我看到荃灣的分店是$36 雖然這個街記比另外兩間貴一點 但是論質素性價比 其實都算不錯 絕對不失禮 先和大家介紹一下這間街記美食 這個街記約莫有10間8間分店 都算是遍佈各區的 好像灣仔、深水埗、旺角等地區都有 我這次去的就是位於深水埗的分店 兩餐飯的價位 $32 三餐飯 $41 另外加兩餐 就有湯或飲品 如果正餐的話 單商品 都是$45 餐廳的環境 就是這樣 門面都算是正的 食物的位置就是 傳統兩餐飯、三餐飯的格局 一大行的小菜 任選 選擇都算豐富 也有20多款 還有這間 跟一般的兩餐飯、三餐飯有些不同 就是有座位可以坐的 而且座位都算是正的 不過因為是晚市暫停 所以我吃晚餐 就沒得堂食了 要外賣 還有這裡選擇食物的位置 向街那邊 就有玻璃封住 感覺上就好像衛生一點 不會太大灰塵 吹進食物 大家可以看看食物的選擇 真的蠻不錯、蠻豐富的 像大陸的 咖喱雞 蘿蔔 豆泡 鳳爪 排骨 魚柳 粟米魚 雞 炒菜 山炒骨 西芹炒 雞柳 炸雞翼 蒸肉餅 蒸蛋 等等 還有 蒸魚 不過就大概半條左右 選擇上 算是不錯的 我們兩盒 兩送飯 分別就選了這個 山炒骨 粟米魚塊 蘿蔔豆泡 西芹雞柳 四個菜 兩盒 一個這樣的膠袋 大大個盒 開給大家看看 兩盒 份量都足 每款的菜 都擠滿一格 送的份量都不少 賣相都算多吸引 看看 每款的菜都算帥 逐樣跟大家說 首先就是 肉的這兩款 粟米魚柳 魚 都有很多塊 魚的質地 OK正常 淡淡肉 不錯 不錯 接著這個 生炒骨 這個 底棧 這裏的生炒骨 以肉為主 骨不多 因為我之前吃過幾間 基本上 五份四都是骨 只有五份一是肉 這裏 基本上九成都是肉 舊舊都淡淡肉 不錯 只有個別一兩塊是骨 整體不錯 整盒都是肉 外觀不錯 味道不錯 拌飯 不錯 看看 兩款的菜 佔了起碼一半的位置 非常足料 大大盒 接著到第2盒 首先就是這個西芹雞柳 這個多野味 西芹切到小小粒 沒有渣 微微的辣 炒得多香 雞肉都算不錯 雖然都是雪藏雞 但是都算滑 不硬不柴 這個不錯 這個 多香口 西芹 細小粒 也都不錯送飯 這個都推介大家試一下 接著這個蘿蔔 豆泡 一般通常大家吃這隻 味道的蘿蔔都是配牛腩 可能因為成本問題 就變成了豆泡 但是 其實配搭都算不錯 豆泡吸收了蘿蔔汁的味道 蘿蔔大大夠 也夠入味 也算夠軟 整體 配搭都不錯 拌飯也不錯 大家看看 我四個菜 四個菜都不錯拌飯 而且每款菜的份量都足 飯也大大盒 絕對夠飽 以$32的價錢 絕對推介大家來試一下 真是挺低的 挺好吃 不錯的 菜的選擇 OK豐富 味道不錯 份量十足 不錯 挺推介 不過有一樣差一點的 就是餐具 它的匙巾 軟喇喇 不飯也嫌他不夠力 可能大家環保一點 自備餐具會更好 但是小友地 除了筷子匙巾之外 都配了一張紙巾 在這裏 兩送飯店 少有一點 兩盒 攤開出來 就有這麼多 看看 多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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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和大家試一下這間 這間 應該是全香港最多分店的一間兩送飯專門店 代文 這間代文 在很多不同的區 都看到它的蹤影 而且分店越開越多 不斷都看到它有新店正在開 重要 基本上以我所見 全港狗 或一售價 都是兩送飯 25元 三送飯 30元 剩兩送 35元 剩三送 40元 不同的相對都是連鎖的兩送飯 不同區會有不同價錢 這間 應該就全港狗新界都是或一價錢 我今天去的 就是這間 在旺角的分店 基本上每到夜晚 繁忙時間 都會看到它排隊 購買飯的人龍 這道食物的選擇 基本上都是大路的選擇 沒有什麼特別的菜式 好像有 山炒骨 蝦 菜 雞翼 分別有滷水 和炸雞翼 還有 幾款炒菜 煎蛋餅 煎肉餅 粟米魚 蒸蛋 肉餅 菇 麻婆豆腐 雞 瓜 等等 選擇 都是大路的菜式 特別少少就是這個蝦 相對少量送飯有的 不算特別多選擇 但最基本最大路的都有 我們 買了兩盒 分別就是 山炒骨 粟米魚 和 煎肉餅 炒西蘭花 每盒 25元 好 開給大家看看 這裡的飯盒 就是一般普通大小的飯盒 但是送的份量 以25元價位 都算幾多 基本上都擠滿送的那邊 煎肉餅和蔬菜就是這樣 肉餅 大概就是一塊漢堡扒 大塊 質感不錯 不是肥豬肉造成的肉餅 煎也煎得不錯 多香 這個西蘭花 只有西蘭花 但是炒得多香 這個不錯 25元一盒 兩個菜 OK 接著另一盒 山炒骨 和蘇米魚 賣相就是這樣 魚和骨的份量 都算多 尤其是山炒骨 基本上都是肉 骨不多 相對就多些肉可以吃到 不會說一塊都是骨 這個不錯 菠蘿只有一塊 只有這麼多 味道就略嫌醋味 重了一點 但是基本上都OK 但是這個菜的份量 真的不少 起碼都有十多塊 而魚呢 大家看看 放在旁邊這邊有這麼多 菜多豐富 魚的味道也是正爐 但是略嫌醬 不夠多 主要都是只有魚 想用粟米汁來拌飯就差一點 但是25元來講 這個份量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大大盒 滿滿的菜 而菜的味道 絕對合格 不差 所以 才可以在短時間 開了這麼多間店 我想現在港九新界 閒閒地都三幾十間 可以說便宜 兩餐飯的不易之選 25元 由周圍都有 基本上質素有一定的保證 不會怕便宜得來又不好吃 這裏的兩餐飯 便宜得來 味道也不錯 頗推薦大家來試試 接著就跟大家試試這間 這間規模相對小 我看就應該只有兩間分店 一間 在油麻地的鹹美頓街 炸彎廳好像很陌生 但其實是燈打時街 過一個街口 所以絕對都不難找 大家認住 日本 牛肉飯的店鋪 對面 這個路口走進去就是了 而另一間 亦都算方便 在深水埗 靠近西九龍中心 對著這個路口走進去 就是了 而這間的兩餐飯 亦都算是非常划算 兩餐 25元 三餐 30元 店鋪的外表 都頗搶眼 看看這個招牌 價錢 亦都頗清晰 送的選擇 OK 十多款 大度也有 譬如這個肉排 豬手 雞翼 雞 菜 豆 麻婆豆腐 蘿蔔 瓜 等等 選擇上 未去到最豐富的那些 但是 算是頗不錯的 大概十幾款不同的 我們兩盒 兩送飯 加起來 50元 25元一盒 還有一個湯送給你 看看 價格不錯 性價比 十足 一盒 一袋 兩袋 普通的法布膠包裝 開給大家看看 一盒主要是肉類 豬扒 還有麻婆豆腐 不過它的麻婆豆腐 收在底 所以眨眼 是看不到的 推開給大家看看 這盒 份量都算OK 送都算多 豬扒 都應該有 四五塊剪碎 大約快領 另外麻婆豆腐 佔了在底 也鋪滿底 看看 味道方面 大路水平 這個豬扒 都算是淡淡肉 只有小骨 只是小骨 也算野味 拌飯不錯 然後麻婆豆腐 拌飯一流 少許香辣 豆腐都OK 未去到超滑 但都算可以 整體這盒 以二十元來講 真是很划算 大大盒 看看 大半個盒都鋪滿點菜 然後第二盒 就是這個 涼瓜炒雞柳 還有這個 薯仔排骨 看看菜 多豐富 尤其是涼瓜 泡滿了一盒 看看 這個份量都不錯 涼瓜 有些雞 涼瓜 雲耳 味道不錯 夠味 跟著薯仔排骨 排骨肉質 OK的 不過肥 味道不錯 拌飯不錯 薯仔夠軟 整體都滿意 25元一盒 大大盒 划算 兩盒 整體滿意 份量足 送也挺豐富 25元來講 還送泥湯給你 真的挺划算 不過湯很一般 沒什麼味道 不過志在有得喝一下 這間鑊器三送飯 便宜 款式選擇也挺多 份量也足 味道不錯 性價比高的一間 兩送飯三送飯店 都挺推薦大家來試試 整體來說 我今天吃的這幾間 兩送飯店 又貴又便宜 有些也有很多分店 大家要選哪一間 就可能因應自己住的區域 以及自己的喜好 最不用想 最方便的 當然就是 代文 周圍都有分店 食物的水準都有一定 保證 不會太差 當然 你亦都沒有期望有什麼特別特別出色 普普通通吃得過 另外這間鑊器三送飯 其實不錯 都是25元 送亦都非常豐富 鋪滿個盒 但是它的分店 相對就少一點 除非你真的住在附近 否則 都未必有機會買得到 但是這間 其實說食物質素 不差的 蠻好的 價錢亦都抵 份量也足 推薦大家試一下 最後就是這間 街記 街記相對就是 剛才吃的幾間 最貴的一間 我吃的這間 就32元兩送飯 另外我見過荃灣那間 就36元 不同分店價錢 會有點不同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是這裏的食物質素 和食物的份量 真的不錯 大大個的飯盒 送 亦都鋪滿了 送的兩格 而且味道亦都不錯 雖然比其他貴一點 但是都值得一試 重要 如果你在下午時間 還可以堂食 不一定要買酒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食物 拜拜 拜拜 來自家裏的食物